今天买的都是情爱最小的食材 不好意思啊 结果一下 没想到南国至尊灭了众神殿的高手 竟然不认识众神殿的至高神 不认识 你是 那个鸡途 本座是秦孝劳劳 杀手就杀手 干嘛起的名字跟妈妈伞 上次让你们跑 没想到 这次 你们还 我让你以死陷罪 救命 救命 助命 龙腾吉堂陈青柳 哪位 世子 你终于联系我了 我给你发个问题 你派人过来夺理 是 世子 你不认识 跟我走 你说你是个男鬼 为什么跟这些人分离情 这世间都由你无法想象的事情出现 这 要让天命重回正轨 我 我还要怎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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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没事吧 是啊 不过 你衣服又脏了 回去有点癌吗 哎对了 交代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龙腾已经进入海青市场 方便扶持许家 嗯 回去 是 糟了 请问 玉衡案子 怕是 毕 何人所为 不承 不承 难道是和白洛乡有婚约的那个顾家 没错 顾家被灭门 他消失了真正物 后面以至尊之子 能死 平定四方叛乱 顾才能杀了一个 说明他已经到了至尊 老公前期听令 第二人负责收集信息 其他人 听不掉钱 只要试图干预天命 经常不扰 文明会就不是第一次杀了 没人的思过 照耀有时间 我们也随便 值得今朝 哎 喂老婆 哎 哎 不要 你在哪 我今晚不回来了 喂 喂 鸡莎何在 龙里鸡莎拜见之坟 我要知道行安的下方 行安小姐 在地毫 pdv 888 你们信不信 这不从这个窝囊废弃 我当面给他戴绿帽子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方少 这么说你跟徐姐相当啊 哈哈哈哈 小李啊既然你这么八卦 那我给你讲讲细节怎么样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给我也讲讲细节 顾柴 不是你想的那种 哪样啊 告诉我是哪样 这是你别闹了 徐晴安 刚才所说的话 我在门外面全部都听到了 好啊 既然你都听见了 那我就实话实说的道理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体验生活的富家子 没想到你真的你是个情长 所以你又要谈离婚戏 秦安现在 已经登上了龙腾集团的大船了 你这穷脚丝 更加适合离婚了吧 啊 你要么 现在给我回家 要么我们马上离婚 好 好 好 顾尘滚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家可贵的丧家犬吧 师父快跑 你受伤了别乱动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先好好休息 我去帮你叫医生 那我伤好了 我一定报答你 再来 你这废物 赶紧滚吧 别影响了秦安 能天之谷 大人的会面 这个第一家族梁家的梁大公子 还是绑上了第二家族材 一些孩子 这两个人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是京都第一家族梁家的梁大公子 还是放上了第二家族 才家的大体啊 今天是龙头大人 亲自来请的秦安 去参加三天之后的招标会 那是 不就见一个陈清流吗 许秦安 你许家 自此以后再无龙腾集团的优态 龙腾集团对许家的一切 这一次彻底断绝 顾晨 你当初就是这么骗我的 怎么 现在又想拿出这个来骗我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好大的面子 师兄 好自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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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刘哥许家不符合龙腾招标会条件 现在取消你三天后的入场资格 失踪了五年 肯定是认识一些胡朋友 给他通风报信吧 龙腾集团对许家的一切扶持 从此彻底断绝 顾晨 真是这么说的吗 确实 知道了 继续监视 是 一切都结束了 原来不止是许家被拦住了 其他不符合规则的豪能也得进去 幸好我碰到少爷 不然就被顾晨那个废物捕住了 我就说嘛 顾晨那个废物 怎么可能让龙腾集团改变主意呢 顾晨那个废物 怎么能跟子豪你比 在从我知道他骗我之后 我都没让他进过房门 没想到我为国征战五年 我的妻子居然在家里行 顾晨 是你之前骗我说 要帮助许家 立在各家族之巅 没想到离开了许家 你也就只能做个服务生 你还真是眼瞎 没想到你一直 顾晨 你给我小心点 没了许家的庇物 各家族要弄死 简直轻而易举 好啊 那是我们师母的 站住 我现在 怀疑你没有龙腾集团的邀请 我要送你师父 你们两个都瞎了吗 还被人家的发光了 区区一个风景 是谁跟你这么大胆子敢送我的事 是谁跟你这么大胆子敢送我的事 今天我就站了 都要看 谁敢送我 你也不看 是什么身体 风少 可是我们这边的特级YP 最普遍的墙上乖乖的配合 我哥 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 住手 你们是龙腾的人 才是封家的狗 现在你们自行 找陈青柳 领三十针棍 这位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滚开 这尊 这对狗男女该如何处置 七杀小姐 你可不要被他诱骗了去 当初我也以为他是个豪门阔少 没想到他竟然就是一变嘴 再多 我杀了 算了 杀这种 我现在糟了 你 还是以正事为主 七杀小姐 这是龙腾集团的招标会 是绝对不允许在这种身份卑微的男宠进去的 邀请函 要多少 你自己解决 希望这次龙腾的招标会开得下去 确实 至尊 好像有些奇怪的味道 应该是陈青柳的 但是这次的招标会气氛好像不对 无妨 我乃至尊 当镇压一切外地 管他洪水滔天 我自己一力行之 是 各位 想必今天到这儿来 都是想获得龙腾集团的优待 带领自己的家族更上一层楼 陈青柳在做什么 怎么让疯子豪 当这次招标会的组织人 我倒是 但是 我们海青是和豪门贵重 认清了一个现实 卑躬屈膝 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利益 所以 我们四大家族 共同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四大家族 自己的本事 畏首畏尾如何成事 是 来一家干 富贵险中求 我们与家干了 我们军长也不会这么这机会 和豪门贵重 荒唐龙头 都过了 死了 你这是在找死 大人物到时候 你们都得死 你所说的 全对抛天 不会是他俩吧 你真是老糊涂了你 师尊 这是个仙境啊 他只不就是个 吃软饭的废 还能骗我 好既然 他只能回来 我先 住手 既然你们想死 就满足你们 我宣布成今天起 还听声 再也没有所谓的四大家族 我看 金莎小姐 还是担心担心 明天能往走这个回程 毕竟 四大家族 有很多人为你身体 很感兴趣 你找死 这 怎么回事 这是我特地从南疆配的断神香 这样 今天你在 哎 师尊 快走 不要管我 什么狗屁 师尊 啊 我们四大家族 真金白银养着你 结果这个废 摇摇屁股 就送我们 请起请坐 你凭什么呀 哼 好啊 既然你这么看 就不去 师尊 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 靠 你怎么折磨的 来人呢 这 我 给我 绑上来 是 你竟然没事 至高无上 十五无尊 意为至尊 这是我的尊号 也是我的实力 区区独目 我早已冥 现在 想好怎么死了吗 不可能 你 你绝对是强武之末 罗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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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啊 人情人 老公 老天 要识相的话 快跪下 少路磕三个抢头 不然 后果自负 没想到三十年前 海星第一高手失踪 原来是被封家 收为奴隶 是 你说他年轻的时候 一百个人 都挨不到他身边去 收拾一个服务员 收到亲来的 是吧 哈哈 你这 小东西 唯我做仓 还要为自己 尽敬 小死 老师 你没事吧 小死 快走 走 今天你们一个都死不了 啊 没事吧 有限制在救命之爱 为什么 这些天全都是靠我的功劳 集团就由你来作主 我说 你当记忆 我会继续 你这本来就是我的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离职弃使 你就应该死在外面 有多少外国的财团 给我发出警告 我妈 我都已经解决了 这就是用你的命 让你死了 你记得随机 这都解除了 这一刀 就得换你三年前的当强之恩 就这一号 你见面 就是上司之地 这嘴 哎 还要能活着走出这个大厅 放 至尊 我们去找苗姨姨 她已经可以救好你的 至尊 至尊 白家小姐 你不是残疾了吗 如果不假装残疾 怎么能区分谁接见我 你是别有用心的 白小姐 有些事情不是想管就能管的 如果 我会要管 白小姐 这里不是你京都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今天人我必须要带着 谁也拦不住 放弃 谁说是不相干的人 她可是我的未婚夫 这个理由够充分吗 美女都亲爱这样废 不管她是什么身份 我都不可能让她活着走出这个大厅 那就打 来人 白家主 有何指示啊 人让我女儿带走 这件事到此结束 送我白家 浅龙腾一个人情 白家面子好 远在京城都能隔空保存了 如果再加上我梁家呢 什么家呢 京都第一的梁家和第二的白家连锁 你怎么也不怕不够 这事跟梁家没关系吧 洛霜此事过后 可跟顾晨解除婚姻 白梁梁家里面 我 是 有谁做的 你们走吧 我就当是给白家一个面子 但是 不要让我再看 你放心 以后 我一定会让你做全世界最尊贵的女人 顾晨 我相信 你这个废物又算是成为了至尊 还是保护不了自己想要 你骗了我 你骗了我整整六年 你放心 会帮你整天 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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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请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请问 请问 志泽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那你们两个先聊 我先出去了 小姐 我跟警方怎么样 陈青柳这个老东西 到处散播你陨落的消息 那些被你镇压的组织 又开始蠢蠢欲动 破军贪狼已经陨落了 其余龙卫见状不对 都纷纷潜伏下去 宇恒 汇报情况 故城已废 变速了 手不帮车 杀死他 等出 无法情况 杀了他 不利于后续计划的发展 废不就是废 这事儿都办法 嗯 只要达到共同目标不就行 老公说的不错 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目的 玉航继续监控 一旦发现有变数 尽早会吧 没有新疆 将要人间 希望谁年 绝引荆州 不要你进来的 有什么事吗 你究竟是谁 路臣义武犯戏 你将在我南国 进尸医院 不可能 侄子凭力举之力 只要四方动 南国开除了一片丧死 怎么可能 你 你也是至尊 不过凭一己之力 就像平定动乱 这是痴人说梦 一切自有天意 故臣妄顾天意 我等必将清楚 雷斗星光 雷斗星光 照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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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耀人间 尸引尽招 死也不会背叛至尊的 雷斗星光 照耀人间 守望千年 尸引尽相守 慢点 怎么样 多亏有你 能勉强夺活几年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苗依依那儿有一副神药 有极小的概率让人康复 等我能够行动后 前去求药 顾尘 我们解除婚约吧 这是 就我的代价 不是的 我开玩笑的 今后 大有所托 我绝不相复 好 白鹿轩急功 金银也去南京区 遥光传来消息 牧尘即将前往南疆 天机 你镇守南疆 这次 绝不能让他活着回来 是 自卑去吧 没有归关 照耀人间 守望千年 直凭尹招 没想到 日本人追查的 是这么合同的情绪 你们说好来接我的 怎么还不能让我 小姐 老爷肯定有事忙忘了 正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等会见到他我肯定有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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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南疆如此广阔 我们去哪里找苗依依 跟我来 南国至尊求见苗依依 去去去去 我们圣女已退隐江湖 不再接管团似了 你们 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 这小弟 我们只不过是想上门球币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想上门球币而已 你却要自我没与死 这就是圣女的带额知道吗 不过是想上门球币而已 我 找死 请至尊 前来一见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休息 至尊 苗依依这状态好像不对 至尊 苗依依这状态好像不对 至尊 苗小姐来了 先下去吧 没有我 您可怎么办啊 这男人嘛 死在哪儿 葬在哪儿 都一样 要不 你娶了我爸 我弟不会让你轻易死掉 那个 我已经结婚了 逗你的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吗 好了 我一会儿还有几场硬证没有他 你给我绑个蝴蝶结 你不怕我上了战场 他们把我笑死了 让你老婆给你寄去 我 好好好 苗依依一开心就好 孤晨 父亲错我回去成婚了 也好 前线太危险了 你这个女孩子 老跟我们大老爷们一块平干嘛呀 那我真的走了 不过 你要是有什么危险的话 记得找我 无论如何 我都会让你好起来的 放心 你可是我最信任的神 我怕就对了 你也是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我 不管依依发生什么事 只要她需要我们帮助 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 是 也 该吃药了 哎 啊 你今天有点不过 一夜 生命 下了命令 要让顾尘死在南疆 你帮帮我好不好 好 老魏 少女有险 少年 人带来了 至尊这伤能治 不过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这天药 药效刚吗 熬不过去 恐怕要生死刀削 这药有多少机率让我靠服 不足百分之一 怕死 就赶紧过人 别浪费少女的尸体 至尊 求生你自要 卢存 为顾尘准备灯仙散 是 你 你怎么 你 我顾尘了 你不认识我了 你 你 你再不说话 我进来 啊 啊 圣灵核心赐样 你 竟然忘了杀害圣灵 你 是我 得虾 你 自己做 不好意思 失礼 这是圣灵 喝完了 心很紧 啊 仲仙散 伤者喝了之后 全身筋骨 如同被仙人打伞出去 好过这身心 而不过 将生死盗小 多谢圣灵自要 先别急着谢 走亮 不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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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也有青天啊 我是难过之寸 你竟然敢伤我 什么狗屁难过之寸 现在还不是跟一条狗 一样跪在地上 究竟是谁 我是谁 你无全知道 你明明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为什么在难过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出来 我们存在了千年 藏地 你抵抗天命的胆子 我们要做 就是顺境天 然后 清智的存在 而你 就是最大的变数 天命组织 只能是一群 竟然是一群窃取天命的老鼠霸 还要是一群窃取天命的老鼠霸 我 是一群窃取天命的老鼠霸 是一群窃取天命的老鼠霸 药效还会继织发作 直到你的身体化成坟墓 风也吹 你将永远地消散在人心 让我听听你痛苦的哀嚎吧 看来 从你嘴里 套不出来更多有用的信息 你说什么 直寸 直寸 你没事吧 你为什么会没事 你少丫头 要不是你把憋成猪给我 你也不会遭受监力 你这是 别动 一群 你刚才 这是我们南疆的圣物 避陈珠 可以避百毒 那不行 太贵重了 这 想什么呢 只是见你的 等你瓶瓶霍烂之后 记得还我 隐瞒了这些 鱼哥 他们生命 也没法保证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伤害 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你别吓我 不然我手一 这个女人 可就要笑笑欲语了 孙孙 孙下一直随你挣扎 命都是你的 为了肃清难过 孙下死不足惜 这是贱人 你说什么 小人 你再过来我真伤了他 七少相信我 我不会想爱到你 我相信你 七少 照顾好意义 是 过程哥哥 陆星 一切与我 你好好休息 张陆星他每个月都会去后山的湖边 那我他准备的船 他也带回去呢 好 咬光你个飞风 传递消息都能有我 喂 天际事情办的怎么样 属下 反正不离 什么 怎么可能 遥光传递信息有误 正过去 我给你解释 终于等到你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信你清楚 张陆存 你还有什么遗言可交代的吗 老子跟你拼呢 这是百年十五熬成的粉 你沾上一点 就会护士掉你全身的血手 雕虫小精力 用百年难得一遇的帝王遇来做身份力 真是好大的数据 你的人都已经死了 也不敢说句话 我已经是天命的选择 如果真是天命的选择 那你怎么可能还打这通电话 来确认我的死 你是靠近最大的量线 我以为一切都 都会承受尽头的干部 这道神棍的说辞 你还是留给自己的组织洗脑用 你为了坏人 你就会为你当弱子一致代价 我告诉你 只要能让南国 堂堂正正地处立在四方之巅 就算我付出任何代价 愿意 愿意 我想跟你的责 没有 我要你我也要 等我把你这个神棍的皮扒下来 希望你到时候继续这么嘴硬 顾诚哥哥给你添麻烦了 别瞎想 我能活着 全部都是托你的福 至尊 我明明看见 沉青流废了您的丹田 为何 当时我昏迷的时候 有一股强大的气息 汇聚在我的胸口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丹田已经恢复差不多了 一夜 你好好休息 剩下这一切都交给我们 嗯 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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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吃药了 再不乖乖出来 我可要生气了呀 小 找不到小姐这可怎么办 哎呀 找到了小姐 不乖 小姐 一夜叫醒他 固城哥哥 你怎么知道南疆出了问题 当我听说 南疆的断神相识 我就知道你可能遇到了危险 好了 你好好休息 固城哥哥 别走 我怕 好 一夜 走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啊 接下来 下个东西再下去 是 固城哥哥 你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我 固城大人 固城大人 不好了 出事了 一夜 白露霜救过我的命 所以我 固城哥哥 如果你有事的话 就先去忙吧 一夜 谢谢 你 啊 你啊 啊 啊 爸 爸 爸 不听话的 可是要接受惩罚的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注意听听 是 迎炉宴 这可是南国最高级的燕花 参加的都是南国最顶级的家族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既然能杀的外面不再起冰沟 那自然也能肃清掉藏在南国自诩天命组织的公寿 进 龙刀大人 风子豪 许晴安已经到了 行吧 哎呀 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 你别笑 现在 我们可是一条城了 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 现在 雷金三甲都为你 一家土大 真是个废 借助龙腾的势力 还需要五天才能扫出清楚 我不知道天书怎么会让你成为狠人 天书大人需要 而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背叛 你说什么 我有说错吗 你能背叛顾臣 你让你背叛天书 好了 没什么事的话呢 你就先走了 放松 天书大人通知我 三天后 你代表海青 参加银龙宴 银龙宴 哈哈哈 顾臣不是已经在你的努力下被废掉了 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 还参加什么银龙宴 最新得到的消息 人不仅没有死 而且参加银龙宴 什么可能 我真的很期待 你跟顾臣在银龙宴上相聚的成绩 银龙宴上那么多人 顾臣他不敢 雄狮和猎豹或许可以短暂的和平相处 看来龙虎跟兔子 绝不可能在一个山头上生的 这就是你想记住的贵族圈 没有实力就只能当草为武艺 你滚吧 天书大人 他一定会保护他 走 他一定会保护他 龙头大人 那我呢 顾臣是个重感情的人 如果你的事情没有被拆穿 不会有事 那太好了 一个狐家虎为 一个贪慕虚荣 两个倒是绝配 看来只有多么重要小姐 这个闻神才会消失 青柳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要委托你 属下 誓死完成至尊交败的任务 当年我顾家被灭门 我有幸得到师父的庇护 才苟活了下来 当我功法大成 他们却早已养无应许 四方动荡 我不得不为南国处征 等局势稳定下来的时候 那些天命组织 又从阴沟里爬了出来 属下立刻派龙卫 全国搜捕 我抓到过天命组织 通过审讯 得到了一个惊人的行事 不止我顾家被灭门 在南国的历史上 还有许多豪门 都被他们灭门了 属下世子保卫至尊的安全 比起天天防贼 我更喜欢将贼窝一窝给关 所以 只能委屈你 给我演绎出戏 是 您说 陈青柳背叛是您受益的 是的 那 那一刀也 虽然当时我确实让他假戏真做 但是那一刀 确实是被咬兵来的 您说 陈青柳会不会借着这个名义 真的背叛了呢 接下来碰到陈青柳保持距离 他现在的态度 太难了 是 至尊 那咱们接下来该去哪 既然他们把白家这个豪宅留给我们 那我们就继续休息 毕竟三天以后 还有一场硬仗 怎么回事 舔阶他去哪了 舔阶 故事中故城丹田已碎 难道我们中间有恨 看我做什么 我确实看到顾晨三天以后 要说这期间有人中了什么手球 还不如问问他的猴首架 只要不是你这个废伍 没能早点控制住白家 能让人把顾晨救死吗 你说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糟了 我瞒你们来 我是为了吵架吧 计划准备怎么样了 顾晨在白家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监视之下 白家上下已经被我求证了 白洛双的调教已即将完成 就等着银龙宴上 给顾晨的大惊喜 海军已经被封家完全掌控 宗子豪和许晴安也不熟悉到 许晴安这个女人 对顾晨影响很大 用得好 这就是一步好奇 玉衡 怎么用这个女人 由你来把握 是 各位 南国天命多传 让我们共同铲除异书 随走星光 照耀人见 我天女 日月已经尽章 谁 谁 爷爷 你可真够精神 跟你说过 在外面要称呼他也好吗 就那几个天天被你洗脑成 幻想着 能够掌握南国面脉的那几个废物 他们能想到什么 小鲜石的万年船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今天晚上想和外路上 讨厌你 不可能 他是商店工程的核心 这件事办完以后 再也经理处置 是 果然 至尊之上还有新的境界 恐怕师父也没想到 这功夫 让我破碎了三天都能吃 师父 你传我的功法 真的能让我成为当代至尊吗 当然 臭小子 你是紫微星哥转师 不出一年 你就能走上至尊之路 到时候 别说顾家的灭门之仇 四方的叛乱 含之可平 师父 我要是当上了当代至尊 等我报完了顾家之仇 我一定请你喝最贵的酒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好 我等你 师父 快走 师父 快走 叔父 你可一定要保佑我 让我彻底清楚掉 这些天命组织的人 还难过一个朗朗清快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这你就不用管了 出去 顾晨 别那么绝情嘛 我们好歹 做了五年的夫妻 再说了 外面天那么黑 你忍心让我一个小女子 独自离开 别看了 他们都在找你 我怎么可能带人来见你 这么多年 顾晨哥哥 就不想跟我坦诚相见一次吗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顾晨 你怎么变得这么狠心 我们之间 早就没有关系了 那好啊 那些神秘组织的线索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你的意思是 你先开始 什么叫我 你是什么 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 你现在需要 好 我同意 不过 在你我合作之前 我要确保你能够提供足够的价值 放心 我会让你满意 合作就合作 我可对破鞋 不感兴趣 我过去 我一定要你好看 南国迎龙宴 代表着南国的命 不知道今年的主题 据说是 白家千金与梁家公司的联姻 原来白家梁家只是要强强联合呀 形成以后就是他们的一言堂 你们还不知道 这次的真正目的是 废掉当代之子 什么 这个 那这个是 你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 这是 梁尚军公子 白洛双小姐入宴 为什么 明明我已经答应和你成婚 为什么还要接触我父亲 这傀儡不比亲家听话 想想你父亲 小的开心点 不不不 好久不见 咱们最后一次 还是在你爷爷的葬礼上吧 是啊 这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本来一直想找时间去辅瑾拜访 可一直没有时间 你一个人拜访老头子 我还不惜的见 回头 我和洛双一起去拜访你 好 就这么说定了 吴伯伯在府警 等着你和白丫头 好的吴伯伯 洛双那边还有长辈要拜见 先守备了 你先忙 小小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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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丫头这叔叔 这家伙可是上京多了名的好 他要是敢欣赴你 你告诉叔叔叔帮你出气 这叔叔 能不能 老大头 不着急 有什么事啊 告诉叔叔 战叔叔 他 可能就是情绪太激动了 最好是这样 战叔叔 上君说的没错 那边还有些熟人 我们先去招待一下 好 这叔叔 能不能 白丫头不着急 有什么事 告诉叔叔 吴伯伯 你可千万不要来 站住 这是迎龙宴的会场 可不是你这样的人能见 那你说 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去 参加迎龙宴 就得验资 最起码拥有万亿资产 那你说这张卡 够不够这么多的 这时只有在南国银行 十万亿才能拥有的无双黑卡 等会儿 谁知道你这张卡是不是捡来的 我们要验谁 果然 你们只能使用这些下三滥的手 至尊息怒 至尊 龙头大人 您是不是看错了 这小子一身穷酸样 什么 至尊 公司培养你就是狗眼看人踢的吗 不不不 龙头大人 我错了 还不给至尊道歉 至尊大人 是我有眼无珠 你就把我当个屁 放了 好了 是是是 快快 属下 恭迎至尊大人 哎 我可当不起这声至尊大人 至尊息怒 属下一切 也是为了计划能够正常的运行啊 哦 是吗 但是 当初这一刀 可不像是计划之内的那种 罢了 这两天啊 我也想明白了一件事 你的背叛 从一开始 就是有迹可逐 你太容易暴露自己的野心了 是 你也知道 我这辈子最痛恨的 就是背叛 所以你说 我该先处置你 我 当时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就至尊 饶我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我依旧是您忠实的部下 再给你一次机会 是 行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不只是你 还有你那些 隐藏在阴沟里的天命组组 有仇也罢 有愿意 都可以拿在台面上去 这一次 我将会做最大的轻松 轻松 凭你 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好啊 你可以试试看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想着逃跑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旧 我也一定会撑到 然后 猎物已尽透 吉安 顾晨那边 确定没问题吗 放心吧 顾晨那边 我都安排好了 一定没问题 好 那待会儿 我们就进去 好好享受 这南国顶级家族的宴会 想必诸位就是京城顶级的豪门贵宙 在下特来拜会 这个呀 是一片 不是那个靠舔着陈青牛 上位的那个废物家族吗 你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档次 和我们同为 不过 你身边这个小女伴 姿色倒是挺好的 如果能陪我几个晚上 我给你引荐一下京城的其他豪门 这是我的女人 只要各位喜欢 我把她 小美人 你害羞啊 好疼你的 这是水凉啊 我选择这样的男人 住手 这就是你喜欢的 可惜 今天晚上 就要死了 至尊令 这 至尊饶命 刚才是小的糊涂 不知道这位小姐和您的关系 小的该死 为什么 是京城最顶级的豪门吗 是这 南国百分之五十的经济吗 什么令牌 就让你们跪地求饶 都是废 看到了吗 这才是真正的缺失 我甚至没有孩子 他们就已经不辞求 至尊饶命 请问 请问 刚才我是 我看 死 哼 哼 不要了 今天之后 至尊大人息怒 我愿意捐赠百分之十的资产 给南国慈善机构 由至尊收回成命 前脚 也愿意捐百分之十 请至尊收回成命 今日是南国命运最终 是 南国命运将掌握在众人手里 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 我则身死盗销 南国命运将继续掌握在天命组之身 这至尊律 要与不要 就算区别 我南国至尊 当有如此气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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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见 至尊九样大名 我老是听洛霜提起 你是 我是洛霜的 我恨心 洛霜跟我有恨爱在身 算个什么东西 你不会是傻了吗 前两天你亲自说 你和洛霜 是 洛霜确实跟我说过 不过 我可没有答应 就算你是至尊 难不成 你要强强挺女吗 跟我呢 跟我说 就是这精神的笑话吗 固承 对不起 固承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的负训可在我们手里 如果你让我不开心 那你不信 可就没证书 只遵 请你自重 罗叔 记住 我跟你说的话 你不愿意的就是 顾晨 我觉得我们之前有些误会 我想我们可以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只是为了报答 你六年前的救命之恩 仅此而已 好 我告诉你啊 这里的每个位置 都是身份的象征 之前你的确可以坐着 但是现在 龙头大人陈青流到 诸位 零龙宴 是南国规格最高的宴会 各大家族 有什么恩怨 也可在至尊的见证下 得到解决 然而我宣布 零龙宴正式开始 既然大家都不说 那我向 有一事 我想向 至尊他 说来听 两百两家联姻 下个月初始 就是我和洛乡 到时候希望 诸位家住 能够赏你 到时候 喜欢吃东西 什么事 本身呢 至尊来 我和洛乡的这件事情 同志 而不是 本尊也同样告诉你 我也说 至尊很是霸道 那如果说 我梁家 一定要 好 那本尊告诉你 什么是真真正正的霸道 你梁家敢忤逆本尊 本尊就破你的家 要是其他人敢参加你梁家的婚 那本尊就灭他们的族 这 就是本尊的态度 至尊如此感情用事 怕不是 不幸福 诸位 至尊如此不断 我敌 废除故臣的 至尊之位 圣君 可不可以不要 废除故臣的 至尊之位 可能他是有 至尊不断 战家 想要号召 废除故臣 至尊之位 至尊不断 我李家 我王家 赵家 想要提到号召 废除故臣 至尊之位 至尊独断 我封家 想应号召 废除故臣 至尊之位 看来至尊独断 是因为 后面有成妖啊 梁公子 我们不想参与到 你和至尊之间的争斗 既然没别的事情 让我们 先告辞了 各位 告辞 啊 你这么放弹 你还有心思关心别人 你呀 还是好好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今天 我就把你的命运 交到现场 这两个女士 什么 如果他们其中任何疑问 不同意 废除你的至尊之位 我就留你一条狗命 你刚刚说什么 说 不仅要废除我的至尊之位 还要留我一条狗命 凭什么 就凭 还是就凭 这几个 酒囊饭蛋 牧尘 我难过这么多年 可不只是出了你这一位至尊 这位 是我们第三十六任至尊 赵无输的 他 现在是京城的武术总将 这位 是我们第五十三任至尊 李长生的 他 掌握着京城 十八度 他们 都是至尊的后裔 传承至尊的一波 你觉得你现在除了下跪 还不止 按照你的意思来说 我好像 确实出了不意见 哈哈哈哈哈哈 那 来吧 他的命 就交在 你为了什么 给我给他吧 不说 你先给我 求求你上去 你放过顾城 放过他我任你处置 我可是 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会别的男人可行 放 放 放 我 我 我已经没有带死 你 还愣着干什么 跟你跟我上 你跟我上 我 你 呀 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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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呃 呃 呃 尽敌至上 那还不是多亏了 陈青流的背叛 才让我在看破生死的 现场 突破到了 至尊之上 至尊之上 这尊之上就如何 我们就为了男主的安民出生就死 后辈自能消防 诸位无愧于先对追尊 不过 先看看这些东西 谢谢 这个 这 绿世先祖的佩剑 这是我们赵家的霸王枪 当年老祖带入至尊中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是 二十八代至尊的兵器呀 你应该随着他们 为人之后成为葬礼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因为 各种至尊情 就被杀害了 你们可不要被他骗了 怎么 我还没说 就招齿了 什么说 但凡他说的有一个假字 我们 拼了性命 也帮你们离开 对 昨日 我前往至尊中 想要邀请上一代至尊 与我一同出山 稳住举业 没想到进去 至尊主全是打斗的痕迹 除了残破的兵器以外 还要至尊情配的尸骸 不可能 解放了 不 七十四位 至尊入中 如果说有异样 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传出来 那如果说 其中几位至尊 已经背叛了 好 昨日前去至尊主 当我收敛四骸的 我只发现了有五十一具至尊的尸 包括第七十四代至尊的尸 都已无意而非 请不要在这耀眼祸咒 能进入至尊主 至尊 往往都只有几年的生活 他们不在 那又能在哪里 至尊主 一直是你良家在看管打扫 想要印证他的话 也很简单 只要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我们都只是安排一些将死的诱人进去打扫 我们要 我们要发现了什么 我们要求开启至尊主 迎回我们皇家老祖宗的尸功 我们要求开启至尊主 迎回皇家老祖宗 你父亲就是第七十四代至尊 顾臣说至尊种里没有你父亲的尸骨 你肯定知道些什么 怎么回事 我的头 我的头 要不是为了维持南国的评念 你们就应该跟那些 小无声息的消失 第七十五代至尊父臣 突发封击 尸杀成性 赵王李三位家属 分地抵抗 最终 我知道这样的觉得 你满意 好算计 不过 你让他们三个晕倒 你以为就凭日子 能和我抗衡吗 所以我为你请了 特别的对手 你是说 楼上那几个 杂死 说心的 至尊 还有那三个 假羊鬼子是吧 在我进来之前 就顺索把他们进去 不可能 照片 大悠 现在该轮到你 你说 我是该叫你 梁少君呢 还是 天虚 你怎么知道 楼上那几个老东西 可没你想的那么有骨气 你去聊 还论着干什么 上了 我死了 你也活不了 请至尊 息怒 怎么 你也想拦我 现在还有小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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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来 先走这个娘们上西天 不 这 救我 你过来 你 你 律师 白小姐 你 杀了 独尘 小心 走 别忘了 把妈 还坐我的手上 姚光能看到这里 发生的所有遗迹 你现在多犹豫一秒 爸妈就多什么 成 杀了他 杀丫头 要用力 要住 我让你杀了故事你没听见吗 别过 我妈还在我的手里 上去我不可能再任你摆布了 即便我帮你做任何事 你也不会放过我的父母吧 那你现在出了行不行 还你这是谁啊 这时候 你去 说 你赶着 不叫过 笑 喂 喂 你是谁 齐少 情况怎么样 明告之分 遥光弧度 我已经成功救出白架队和43位白架 妈妈 你们还好吗 洛书 爸没事 你那边要当心 都是一群废物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顾尘 顾尘 你别过来 这小娘命 还怎么被受伤 现在我给你们两个流路 要么放你们俩 只要我一个 要杀了 之后杀了 让我给你们俩一走 修想分化我们 今天 要么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 今天这个业 梁少 我们算他 鱼色完碗 现在 这几次 结婚 忘了 成功 好 不好了 不好了 你跟着大门 全被上锁了 咱们被人关起来 那个 你们忙 我们自己想办法 等等 你说就这样大门都被锁上了 没错 难怪你说要放我们 原来这边大门已经被你锁住了 这都是他干的 这些人至尊 扯疯了 这些人跟我没关系 都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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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好了你要放我走的 我说了让你活着出去 啊 但我没说 让你全须群 啊 就 秦安 嗯 嗯 啊 啊 好救我你也有份 不不不不不不 至少饶命啊 都是这个坏女人干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不会 太老了 这生下人躲着传绝 假如我死了我从来 孤子豪 这个杖势欺人的废物 我不会帮过你 孤蝉 陈青凌有话跟你说 孤蝉 一定会没事的 至尊 我还有件事要评告 孤蝉 不着急 等你伤好了 跟我说 属下最近在查清楚 当年救您的人都是他 至尊 我们都冤枉陈青柳了 他从来没有背叛我们 别管我了 陈青柳这个叛徒 大不了和他拼了 至尊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 潘朗 潘朗 走 走吧 啊 啊 先躲起来 等候命令 我们这是 不清楚 陈心灵好像留着我们 有其他安排 完了 我们先走 至尊 陈心灵他人呢 这 这谁干的 难道 是许小姐 许小姐 许小姐 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解释 解释 有什么解释 要怪只怪我 运气 你就好好跟他解释 你胡说什么呀 你放开我 老娘跟了你 就是闹了发生死没 有山药管 你不是一直唤醒 都要学家举起 川外 辰卫听人 传令下去 政天前 让续情男子 天内过程 让续情男和风子豪 从此再无生路 是是 限制最饶命 限制最饶命 限制 到 报告这个 当年就像一个人 喜下已经查到了 是什么 是什么 初夏也是最近才查到的 当初 她是为了照顾爷爷 才在医院 跟您相遇 可能是 看到你身上 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所以才冒零了这份空气 这份空气 住院费还没交呢 送她来的人怎么就消失了 这是上好的您知愈 这有一块最少的 一个亿了吧 护士小姐 我是这位病人的家属 你们怎么回事啊 五天了住院费也不交 丢病人在这里不管不顾 你们要再晚两天 我们只能把他丢出去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谢谢啊 树下无能 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真正救你的人 是谁 静静 我们不着急 等你生好了 等你生好了慢慢跟本尊去查 志尊 我快死了 但 但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怨话 你说 我 我 我在听着 我 我 好想听一下 知尊的权力 那把是以知尊之名 下的 一道知灵 好 你说 我 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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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拜見之鑽 他呢破君你們沒死 你說什麼 當年救你的人 就是這位白小姐 原來六年輕 是救我 是啊那你為什麼不告訴 因為當年著急回京 照顧我病中的爺爺 可是我回來後又發現 你已經跟許晴安閃婚 並且消失了 沒想到 你救了我兩次 把他給我帶上來 我哭 顧晨 你說過 會放我一馬的啊 放心 一定會放你出去 我現在就放了離開 啊 孤身 明明可以不用受傷的 我這不都是 為了你嗎 至尊大人不好了 屬下無能 讓梁上君 自尽了 怎麼回事 我正在審問 他們組織還有多少人的時候 梁上君 突然渾身抽搐 沒會兒就死了 算了 問蘇貝審 屬下 暫時確定的是 他們組織 原定七人為核心 外圍人員無數 梁上君 代號天玄 為組織二把手 江陸村 代號天姬 青鳥 代號遙光 戰家戰天 代號開陽 陳 陳青柳 站在玉皇之位 屬下正是在審問 其他二人的時候 梁上君 突然離棄死亡了 天玄 天姬 遙光 開陽 欲恒天株 天拳 這是以北斗七星之命 自許能為南國指引方向 至尊 啊 沒事 下去 接下来你對洛霜進行貼身保護 盡防剩下兩 斗擊跳槍 去 沒想到顾塵竟如此恨毒 你現在還有什麼辦法 只能綁了白洛霜 你顾塵就犯 誰去 我去引開顾塵 你衝進去綁人 好 現在需要你為天命獻身的時刻 一定不要出任何岔阻 終於有了 現在你可以轉過來 讓我看看你究竟是誰了嗎 你怎麼還不回家 沒想到六年不見 你已經是南國的至尊了 您活著為什麼不通知我 要是我知道您活著 我早就 當年我僥倖逃脫呀 怕被他們發覺 就躲起來養傷 近幾日剛剛下山 聽說你可能遇到了危險 我馬上就趕過來了 師父 你放心 這一次 我一定會為南國蘇青那些毒瘤的 大公家之仇 好 好 為師 願祝你一臂之力 喂 世尊 白洛霜小姐被人帶走了 你說什麼 世尊 先生 發生了什麼事 屬下無能 白小姐 讓兩個人綁走了 確定是兩個人 屬下確定 那他們還說了什麼 他們說 想要救白洛霜 今晚十二點 城北前後 自助 從這到城北起碼要四十 已經來不及了 七少 你好好休息 我去救洛霜 這次 你亂動 你受傷了 需要靜陽 還是我們去吧 我感覺今天晚上會有一場噩塵 還是我們來開吧 沒想到師父對京都的路還挺 別說了 抓緊就白丫頭吧 快走 福塵 救我 陸上 入住 福塵 什麼意思 里面只有至尊一人能扫卷 既然如此 顾晨 你进去吧 我来陪他玩玩 那你小心点 果然是你 第七十四代至尊 战御北 你说你已经驻立在南国的族 怎么说不自己 我能目逐天命的东方 一定比我更加赔 什么狗事 我命由我 不如天 站住 快回去 你让我过来 不会就是为了在这吹风的 说了让你别动 这是 你们开会的地方 那你说 你怎么样 才可放了洛峰 自裁 我让这娘们安全离开 看电视剧看傻了吧 我自裁了 你还能放我们离开 自卑经脉 都说了 让你不要参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组织 你看 脑子都被洗掉了 你什么意思 你说你也是当过至尊的人 怎么就这么傻 我自费经脉 怎么可能活着走出这里 说你能为这娘们做到你一步 好 那我告诉你 你放了她 然后就自费 解散你们的组织 我 耍我 我 叫了 没事 谢谢 哎 公勤 别让她跑了 公勤 你 你 别着急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别怕 我也跟你开个玩笑 顾串 我告诉你 别欺人退圣 我就欺负你走了 只要你能放我一命 你要怎样 就怎样 那你害别人的时候 什么没想过要经历 顾串 放我一命 请求你 我再也不敢了 顾串 我愿意自费修为 我没了修为 什么也干不了 只要活着就好 这些话 你还是 再去跟他们道歉吧 不 这道头 我心里很重要 我 忘了战雨本 不然我就要了这老头的命 我劝你 你赶紧放了我 老师 要不然 我现在就送你 要换也可以 不过 你让我师父受了这么重 我也得礼商往来一下 现在扯平了 你换 还是习惯 习惯 哥 屁我报仇 好狠的手段 彼此彼此 我很好奇 现在你没了我师父作为要求 还有什么你还和我对抗 知识就知道 好 好啊 你 你 你也突破至尊之上了 难过只有你才能出火 好啊 那我再来试一次 看来是用邪门歪道的方法 时间要够了 剩的时间应该不多了吧 我少说想让你足够了 难道这就是你约上我 来 让我看看 究竟是谁 是 没想到作为战家的制度 你功力已经超过一点 他搞又怎么样 还不是你的手下败将 我很好奇 既然你是战家的制度 难道没想过这么 会连累到战家其他人 若如强势天经地义 唐监想做战家的变地 他就要承担战家的因果 买在你手上 让要滑 一分分别 战二爷固然看了 那我请问 战二爷您在此 是天师吗 是 那看来战至尊 是天书 现在还有什么颐言要说 哎 你 嗯 老师 今天 你特地清除掉你这个变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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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啊 我 你 我 你 你给我二绿飞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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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 要不是你 大爷你的武功差那么一点 我可能 我跟你骗了 解散你的组织 我可以饶你一命 怎么 我们都是被天命选择的人 不是重回天命的怀抱 那你就回归你的天命 陆辰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别过 陆辰小心 为什么 我辛苦了多年培养出来的人 你全给杀光了 等我把你神棍的皮扒下来 希望你的嘴还能这么硬 走着瞧 原来是你 原来你就是天叔 我 现在知道 有天晚了吧 怎么样 疯苦啊 北风啊 丹田 至尊之上 也就是个普通人而已啊 另外再告诉你件事 顾家当年的灭门惨案 也是我派人干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灭了我们顾家 都是因为你的父亲 只想用鼓励来解决一切 没办法 我们只能让你们整个家 都消失 为什么 为什么要救我 你不能让我死了算了 哼 你不过是我养了一个试验体而已 要不是开阳这个存货脚乱 一切 我听到的梦子 放肆 下了你们的狗眼 外面提示的大人 谁派你们来的 他 出头的 他 这些就是祸 大人饶命 他 没有 我好好研究他 到底是怎么研破 我 我 上 白洛霜 其实 咱们应该是成为一家人的 可是结果 你害我的孙子 我本来就不喜欢梁上君 更不可能嫁给他 喜欢不喜欢都不重要 是我们两家强大的基因的结合 会胜出最完美的奥带 赶快放了 顾尘 不放又能怎么样 你别逼我开枪 哼哼 我不敢吧 我已经对这些有免疫力了 你这个小贱 喊得我们两家拳后 你要做什么 我又是你 我孙子无辜享受 看来 只有我来了 坐下 放开他 别急 你们两个 一个也刨不掉 说了 住手 都会没事 那还得多谢你的帮助 你的内衣 不再让我吸收了 这 即使你突破了冲进 你的手脚已经被我给废了 你拿什么来跟我闹 你说的 是这个伤子吗 这怎么可能 灯仙伞不仅冲破了我的封印 而且 还替我把伤治好 即便你伤好了 你也不一定打得过 是吗 竟然抬个身体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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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真麻煩 算是一些被害脱水的 不然 师父错了 师父错了 你能原谅我 你还记得 我当时跟你说过什么吗 等我把你这个神棍的皮扒下来 希望你到时候继续这么阻硬 不要不要 不要 这 是侵犯陆生的呆者 这 是灭我顾家满门之仇 你以为杀了我这遗弃就结束了吗 白洛霜的烽火 会陪葬他 哼 哼 顾晨 我爸爸那边 放心 我自有安排 啊 是 我 探 脖子 你 好 Antllayan 见过白小姐 白老爷和白夫人 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 拜见执尊 辛苦了 说吧 你们组织还剩多少人 禀告这个大人 我们组织就剩我们两个人 哦 什么意思 哦 什么意思 昨天天书大人 召集了很多行众 然后就 然后什么 好好说 然后 然后他们都化成了光 被天书大人吸收了 乖 乖 主持 他们怎么处理啊 你们看着处理吧 啊 去 走 终于结束了 可不能掉以轻心 紫衣 难道还有资格 你是谁 顾尘 怎么了 啊 你在这里 不要走 你待在这 我去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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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胡晨 這是我的寶貝女兒 你可要保護好她 七莎 我不在這段日子 由你暫為至少 遵命 至尊 胡晨 我聽七莎說 你在南京 是不是還有黃顏之景 回去再說 六 八 八 八 七 五